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30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北約計劃在日本的東京 成立亞洲聯絡辦公室 中國當然是草原了 堅決反對 他們官方的媒體 環球電視網 最近 透過Twitter進行 大外說 關於 北約 在日本設立辦公室的意見投票 叫大家 發表意見 他們其實想製造輿論 就說 你看看 我們有很多人反對你 結果 情況完完全全出乎中共的意料 結果是大翻車 直至昨天的下午 投票支持 日本 成立北約辦公室的話 投票是高達85 85.3%的人 支持 而強烈反對 只有14.7% 只有兩個 這個投票 結果 目標 沒有辦法達到他們想得到的目標 即時 草草收場 這個投票 其實他們特意做得很噁心 一個 就是 贊成 另外一個 就是堅決反對 不是說堅決贊成 不是堅決反對 一個就是贊成 一個就是堅決反對 結果 很多人贊成 這件事 其實也是要跟大家 講講 中共的官媒 環球電線網 26日在Twitter就快點投票 叫網友給意見 當時 Twitter的view 就是236,800 6,800view 也有很多人看的 那麼他們 投票人數有 接近12,000票投票 即使用了22小時的時間 就12,000票 其實也是很踴躍的 那麼他 問你 是不是贊成呢 強烈反對 支持 其實兩個人都不太對等了 不過 支持的人 高達85.3% 究竟那些人是 不懂英文還是怎樣 應該都懂的 好了 到了28日下午5時 民意調查結果一面倒支持 反對的人十分之少 Twitter 大家都知道是國際性的 上得去看的人 你也是有五毛 但是也有很多是支持 民主自由的人 是不是 然後 台灣的自由時報就說 很多人在Twitter上的討論區 就在嘲笑中共 為甚麼沒有強烈支持 你只有強烈反對的選項呢 共產黨 是哪裏有勇氣 向外國人問這個問題呢 他們說 他們說是否支持北約在日本設立點呢 這個不要緊 你問一下 會不會支持在台灣也開過北約辦公室呢 比起 日本 台灣 是更加一個理想的地點 北約在台灣也開了辦公室 這件事我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新聞 基本上可以說 完完全全出乎中共的所料 但是 其實人們要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你中共 是哪裏的勇氣 大家都知道 Twitter這個世界 大部分 都是 在大陸的人 很多人都看不到 你一定要透過翻牆 翻得牆的人 怎可能會跟你說說強烈反對的 你想得到民意 你應該在哪裏做呢 你應該在微博做 你應該在微博投票 我想有九成的人反對 最近 我們看到清華大學做了一個民調 其實結果就是一樣 你只要 在中共的洗腦之下 你想要的民調可以得到的 就是他們的民調的問題 叫做俄烏戰爭 最大的責任是誰 竟然 有80%的清華大學的人 投票 就說責任最大的是美國 而俄羅斯的責任只有8點幾% 就是說 侵略別人的責任只有8點幾% 大家如果 相同的問題 只要把他的名字改一改 如果是日本 對日對華的戰爭 責任最大的是誰 毛澤東 80% 根據清華大學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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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對華戰爭 最大責任就是 中國人 最壞都是你自己 如果不是你那麼壞 誰來侵略你 南京大屠殺 什麼叫南京大屠殺 其實 日本 對中國展開一場 去軍事化的軍事行動 去納稅化的軍事行動 你們裏面 有獨裁者 你們的蔣介石是獨裁者 所以 我們要對你進行這個 去納稅化 去軍事化 還不是納稅化 當時蔣介石 跟 納稅 是有聯繫的 當時的 國民黨 軍隊 是用 德國的裝備 包括 那些 整個軍服 武器 很多方面都是向德國購買的 那你就不是去納稅化 很簡單 日本1937年出兵 就是要把你 去納稅化 去軍事化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現在 大陸人一面倒的兒子在支持俄羅斯 一面倒的兒子在反對烏克蘭 一看到機庫被人轟炸 就好像開心得 自己老母無端端生多八個兒子一樣 那麼開心 要嫁老母 我們看到中共洗腦洗腦的人已經瘋了 竟然在清華大學也有這樣的結果 這個就是中共長期洗腦的效果 當然 我們看到 看到最大的那個習近平 他也是 被中共長期洗腦 基本上 他對全世界的認知都是一個錯誤 不僅如此 他對很多東西的正常理解 完完全全 就是違背人倫 是不是 好 結果 他們被洗腦洗腦 中共就是抗日的鐘樓底柱 其他的就是漢奸 是中共的真抗日 實際上也是反過來的 打韓戰實際上是抗美援朝 美國是奸的 蘇聯就是中的 蘇聯才是好人 是維護世界的和平 而美國就是世界的搞屎棍 專門發動戰爭 這些價值觀 這些歷史觀 這些對於全世界的 善惡對錯 完全全是一個顛覆 他們 在國內 你就可以 做假 你可以操弄民意 你可以得出一些 有歪律的結果 但是你在Twitter 做這些投票 基本上 你得到的答案一定是跟你心目中的相反的 正如前蘇聯 瓦解 個個都認為是天大的喜事 蘇聯人民 俄國人民 或者整個東歐人民得到解放 是一件好事 但是 一件好事在習近平心目中 就變成一件壞事 俄國殃民 就說蘇聯那麼大 那麼龐大的國家 沒有裝到牙齒的帝國 為什麼沒有一個男人出來 頂著呢 更無一人視男兒 他的價值觀 是完全是錯的 官媒一個人 不是只是他 一個人影響了 全國的意志 所以官媒 你會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問題 問出來 你甚至乎有很多 你看到的答案是中國人才能回答的 全世界都沒有人可以這樣回答的 也沒有人敢回答 因為 根本人也知道是甚麼回事 好了 這場侵略 大家都知道 烏克蘭當然是受害者 而俄羅斯 當然是一個魔頭 但是大陸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再看看北約的問題 他們說 俄羅斯也要有生存空間的 北約就要逼死他啦 一定要發動戰爭 這個世界哪有人可以逼你發動戰爭 如果你不是打算打人 北約成立的目的是甚麼 就是保護 北大西洋屬下的 古元國 不被蘇聯俄羅斯的侵略 我們是特意來防止你的嘛 因為你這個國家立國這幾百年來 不斷都是靠侵略的 去擴大你的領土 將你的領土擴大了超過20倍30倍 以前的基庫羅斯 後來的 穆斯科大公 這個大公國 就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慢慢擴大 擴大到現在的版圖 根本你想想 整個亞洲的版塊 完全都是侵略的 靠劍聘 靠侵略去吞併別人的領土 所以他們 本身覺得侵略就是天公地道的 你不可以侵略 你就是不配合強姦等於 還要告別人 不配合強姦 根本這些邏輯 其實全世界 只有共產主義國家 只有極權的獨裁者 才會有這樣的思維 日本 當然 當然 加入北約當然是好事啦 甚至乎日本 日本 韓國 應該也加入北約 要防止 要對抗你們這些邪惡國家 連台灣 連菲律賓 越南 馬來西亞也應該加入北約 連新加坡也加入北約 然後就是蒙古 中亞五國 哈薩克 烏茲別克 根爾吉斯 塔吉克 土庫曼 其實也應該加入北約 最近俄羅斯的美尼亞 就放棄了在納卡 這個非地的 主權 因為他知道了 打不贏了 大佬也搞不定 沒人能夠支持他 而 得到土耳其支持的 阿塞巴僵 就很開心 因為 他終於可以把納卡平定了 打了幾十年仗 納卡 納哥爾諾卡拉巴克 自治州 所以稱為納卡 實際上就是阿塞巴僵的一個領土 納卡的地區 有很多亞美尼亞人 聚居 他們最後就發動一個爆發戰爭 衝突 因為多人聚居 而且不跟你們不同種族 他們 就在 衝突了幾十年 其實 自從我讀書的時候 已經聽到納卡是打仗的 當時由於俄羅斯還是撐得住 因為 亞美尼亞就有俄羅斯撐得住 而亞塞巴僵就是 跟特決族 土耳其是同民同種的兄弟 所以 土耳其撐得住 兩邊是勢軍力敵的 現在俄羅斯基本上樹倒胡宣散 連小子也搞不定 唯有放棄啦 大佬也玩完了 甚至乎 亞美尼亞 都說想加入北約 你想想 俄羅斯是不是冰白如山倒呢 中共 看到這個情況 當然 他們悲痛莫名 好像老爸 不是老母要嫁那麼開心 甚至乎要做人家嚇人 好像那麼慘 這些 令人覺得很匪夷所思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不過 對於日本 加入北約當然是一件好事 最好就是 亞洲很多國家 剛才所說也加入北約 好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就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恐怖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大家 拜拜